短时间用车许多人都会想到租赁汽车 而现在共享租车品牌在天胜利军 超过百辆车以小时为单位提供同站租款服务 不但搭配AI人脸和文字辨识加速审核流程 还配备网络和蓝牙避免收讯状况影响到租借品质 有别于传统车厂延伸出租车服务 这次的新品牌是控股集团要发展ESG 我们有广大的一个客户基础 我们希望在这基础上提供更好的一个共享汽车的服务 做到这个循环经济节能减碳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因为我们没有商背景我们没有任何包袱 只要消费者喜欢或者适合消费者使用我们都会退出 看看各品牌的同站租款服务 和泰旗下的Iran以及玉龙隔上的Ghostmart 目前据点几乎遍布全台各县市 从美国来台的Zipcar则是集中在双北和台中 另外新登场的中租U-Ride从双北出发 目标年底要拓展到全台六都 以共享租车来说的话大部分还是年轻人 没有车的族群来用是比较多的 这几个集团在长租市场本来就都有一定的占有力 所以他们这个其实是额外的延伸 不用买车养车就能开车移动 共享租车机动性高 也让业者静香抢食大饼 民事新闻郑竹云李奇台北报导